请收看维新世界和平论坛 对我经常讲说 如果你有对抗 你有冲突 那就可能导致战争 那么如果大家都很合作 很和谐 那你就可能达到和平 但是我们经常只看到 表面上的战争 其实我们忽略 人类跟大自然的战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最可怕的战争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很多人符作辉煦 在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 而且大家好无警觉 这也就是 曾古德曾经讲过 他说很纳闷 为什么我们全世界的地球的生态 已经破坏到这个程度 可是大家好无警觉 他觉得就是因为社会的精英 默不作声 大家都视而不见 所以我想师父的弟子 师父的追随者 大家都是社会的精英 我们是不是应该 大家一起来努力 让这样的一个现象 有一个扭转 如果我们把人类分析一下 人类大概跟其他的动物 没有什么特别的两样 就是DNA跟蛋白质的组合 但是人类就多了特别多的欲望 而且我们有记忆 所以这些加起来 也许就是忍 那么我们人在有限的身体 要去处理无限的心灵 我想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做不到 除了像我们的师父 大师 他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讲说 忍是健忘的动物 所以傻瓜永远不会绝种 所以变成我们社会生态 一直在受到破坏 我们经常讲说 地球形成到现在 总共有多久 估计大概有46亿年 这个46亿年到底有多久 很难去想象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 一天24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刻度 是从凌晨0.0分0秒开始 地球形成 一直到三更半夜 那一天快过完了 23点59分58秒 人类还没有出现 最后的两秒钟 我们的老祖宗 智人诞生 我们居然有办法 在最后的0.00几秒 把地球搞得无缘瘴气 很多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人类 甚至以其他的生物居住 我讲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苏俄的车尼比核电厂附近 日本的湖岛电厂附近 在未来的几万年 甚至于几十万年 都不能再住人 不能再生产人类需要的粮食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景象 那么我们台北 我们就有三个核电厂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曾经也跟台电的处长谈过 说我们现在备载容量有二十几个百分比 我们整个三个核电厂加起来的 发电量也才十六个百分比 我们为什么不把学日本把核电厂全部关掉 他告诉我说如果关掉的话 我们电汇会会增加 但是以我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宁可电汇增加 应该要想办法 我们要把所有的核能化电厂全部关闭 我们可以看到恐龙在什么时候出现 恐龙是在晚上的十点四十七分出现 一直到三更半夜 十一点三十九分才灭绝 他整整在这个地球 整整活了一个钟头 其实没事 那我们人类只有短短的 而且是我们的老祖宗开始 短短的几秒钟我们把地球玩完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世界 就是人类跟自然的战争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余量汽车的排放 把它累积起来 可能就是像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汽车 那排放的量到底有多少 我们经常因为原油来污染海洋 这一个就是告诉你说 每一年也许有超过七万吨的原油在污染我们的海洋 今天是污染我们的海岸 明天就污染您的产盘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 我们一直都忽略 我们一直都说森林是地球的汽 可是我们现在的汽部已经长了矮 这汽埃这么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南美洲 这个可以看到他们在亚马胜河流域 他们在开发的时候 是把整个原始林整个产出掉全部开发 所以这个害得泰山 这个也不知道外面已经没有树了 一荡出来就摔死了 那我们在用水之源是这样的用法 所以毫无节制 所以这个导致我们的水源枯竭 所以师父刚刚讲过 也许水的战争 也许粮食的战争 很快就会到零 我们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太多 所以我们的地球整个溶解 所以左边那个看起来像冰淇淋 其实是我们的地球 右边看起来像冰棒 那是我们的冰山在溶解当中 我们把所有的动物都标价 变成鳄鱼 我们看到鳄鱼看到了 就想象它是一双鞋子 看到狐狸就想象它是一个披肩 这些东西都是对 我们的野生动物一种不公平 我们把这些野生动物 看起来都是在商品化 最后会导致这些野生动物魅诀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量的砍化森林 到最后就导致我们的气候异常 气候变迁 所以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国家 台湾事实上也是满目苍蝇 我们可以看到山上这种烂啃 然后这种土石流冲刷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一看就触目惊心 这些东西看到的并不是河流的污染 就是台湾过后 这个整个漂流木 积在水域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我们如果破坏环境 其实就是在破坏风水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贪卵的财团 一直在污染我们的环境 在破坏我们的生态 在蝉死我们的经济 甚至于在拆解我们的社会 在毁灭我们的未来 我一直怀疑说 人类是不是有 具有这种所谓的自我毁灭的基因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归结一下 刚刚提到的和平那个定义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合作 就会有和平 那如果以医疗来讲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草药的方式 如果是对抗 它可能导致战争 在医疗上面它就是西医 西医就是一种对抗疗法 它认为一个人生病 你的体内可能有细菌 有癌细胞 所以要用有毒的药物 把它弄死掉 在沙死癌细胞 沙死俱进的同时 也顺便让你的身体受到破坏 所以如果以 最近的这种医疗方式来讲 我们还有一种顺势疗法 其实就是一种 比较和谐的方式 提升你的免疫 让你的身体健康 然后你免疫疾病 可是如果你用对抗的疗法 那就是现在的西医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农业上面 我们就知道 合作和谐就是一种有机农法 如果你用对抗 你看到虫就要杀虫剂 看到草就要杀草剂 看到病就要杀菌剂 这就是一种惯性的这种化学的农法 这个是错误的 最近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叛逆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西医是一场百年的骗局 这个人是一个很有名的 曾经在美国 很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 安德鲁也是教授 他曾经担任过 英零雷的这个 医师指导局的局长 他也是一个学会上面的领袖 他这本书里头写的就是说 杀死你的就是西药 让你病痛的也是西药 他说如果你经常听医生的讲 每天吃一片Aspirin 它是一种水洋酸 一种很酸的东西 所以你就有85%的机会 得到医障癌 他说太有钱就容易死 这个英国一个很热门的和尚团 这个Biggis 他的这个团员 叫Morris Gibb 他只有54岁 因为小肠套蝶在一起 肚子痛 三个半夜就送去开刀 结果在首饰台就死掉了 他说如果Gib他没有钱也没有保险 他就会躺在家里头床上 休养几天直到肠子排气以后自然就好了 麦当劳的总裁突然心脏病死在会议上面只有60岁 就是因为他太有钱所以买了最好的医疗保险 他说假设他没有钱买零食要不断的劳动来换取生活费 他就不会得到心脏病就不会死掉 所以刚刚师傅也特别提到民意死为天 农为邦之本 我相信农业的永续跟粮食安全跟国家安全都有关系 这是我想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作家 Dickens 他曾经写过双城记这本书 他在书的开宗民意第一句话就讲这个 他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时代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每个人餐桌上 风衣足食 每天山珍海味 看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可是你的食物居然是这样子长出来的 喷了这么多的农药 这个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我们知道美国牛肉 里头含有瘦肉精 甚至有狂牛病 看起来很好吃 可是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所以United States 现在有人开玩笑说那变成United States 牛排合众国 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时代 也有少数人已经开始懂得怎么样用有机的健康的方式来生产人类需要的粮食 可是也有这样的余损的方式 我们现在企业室的养鸡 这鸡是关在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里头 每天24小时强迫它进食 所以从鸡蛋孵出来到进屠宰场 只要32天 这样的鸡你想能吃吗 我们每天都在吃这样的东西 全台湾人每一年吃掉这样的鸡排超过九千万片 我们生产人类需要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粮食 也就是我们粮食其实是够的 可是因为少数人暴眼暴死 所以甚至加上很多地区这种政府的贪污 没有效率 所以有很多人挨饿 所以我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医生 他告诉我说 其实我每天吃的食物 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为了让你活下去 其他的百分之七十是为了让医生活下去 如果你吃的越多 医生就会活得越好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减肥 所以去慢跑 我女儿跟我说 爸爸我告诉你 听说起码可以减肥 我说怎么可能 他说真的 有一个人起码 骑了两个礼拜 瘦了五公斤 所以很多人因为少数人的暴眼暴死 然后导致他们挨饿 没有饭吃 所以我们的食品安全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有神剧清安 毒奶粉的事件 导致很多小孩子因此得到肾结石 这些东西都会造成肾脏的病变 因为我家有一只猫 我在从国立大学要回明道来的时候 我们有三只猫 两只猫带回家 有一只猫就留在国立大学的寿医院住院 就是因为吃到很有三聚清安毒奶粉的饰料 所以最后肾衰竭 住院住了好几天花了好几万块最后还是死掉 就是因为三聚清安 那台湾也很丢人了 我们曾经发生过塑化剂的事件 那么我们的肉品加工其实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国内曾经有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国医的学生 14岁大肠癌并发死亡 那就是因为每天他的校门口有一个香肠摊 他每天都下課都去读验枪 每天最少吃一条香肠 结果14岁大肠癌并发死亡 我们也知道贾伯斯是胰胀癌 那么贾伯斯他到年纪大了以后 他非常重视养生 所以经常吃有机食品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这种肉质的加工品 所以他最后是胰胀癌死掉 经常吃这样的食物 因为里头含有亚硝酸钠 这是一种致癌物质 所以他会增加67倍的胰胀癌的危险 所以我刚到明道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栋办公室在四楼 韩美馆的四楼 我们一楼有一个小餐厅 每天都在卖学生这种肉质加工品 包括热狗 香肠火腿 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四年前去的时候 五年前去的时候 每一次看到这些学生在吃这个 我都愚心不忍 我都建议同学我都拍拍他说 同学我建议把那个热狗丢到垃圾桶 不要吃 你只吃面包就好了 然后就跟那个老板娘讲说 如果你不愿意你的孩子吃这个东西 你就不应该把它卖给我们学生 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学生当自己孩子来照顾 结果他根本不理我 他觉得一个教授讲话可以不要理他 所以两年前我当校长 第一次就把他赶出去了 我们学校不准再贩卖任何人工添加物的肉饰品 所以我们知道 1950年代 美国的FDA就是食品药物管理局 当时他们认可的 可以加在食物的添加物 这些化学药物品只有600种 到去年变成多少呢 8700种 所以他们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你让你的孩子 每个礼拜吃两次 美式的素食餐厅 我不要讲哪一家 免得他告我 他一辈子吃的化学药品 会超过40公斤 你看到那些可乐 都是香料 这个色素 糖精这些东西 在里头 所以这个会害死一个孩子 所以Oliver这样讲 英国一个名厨师 他说如果我们照我们现在这个方式来喂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下一代会比我们这一代短命10岁 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药厂生产了很多抗生素 可是其中有70%是用在畜牧业 美国的牛肉能不能吃呢 美国的牛肉吃的赤料里头加了很多动物的尸体 这个即使在路上被撞死的那个顽雄 那个老坑 最后都变成牛的饲料 养的内脏最后变成牛的饲料 所以狂牛病就是这样子来的 阿根萨一个州 一年 把鸡份放在牛的饲料里头 用了多少 用了50吨 所以有一个德国诺贝尔奖的 医学生物奖的一个得主 这个Staley 他说他不敢吃美国牛肉 有一个美国的薰物业大人最后也放弃 不再饲养美国牛 他觉得非常可怕 因为都是吃的动物的实体跟排泄物 我到长沙去访问长沙大学 结果在旅馆 要离开那一天 看到报纸灯的 我想这些大概也不是好的猪肉 应该是病死猪的猪肉 把他切片 然后把他挂在地球上面 浸在化学染料池里头 然后第二天烙起来就变成腊肉 这一查到就是3000多公斤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 对食品安全有关的黑心食品 台湾每6分35秒就有一个人得到癌症 台湾的喜盛人口比例是全世界第四名 其中有80%都是在外食的人口 也就是你在外面吃老外人口 所以台北市民连续已经30年了 因为死于癌症 残年死亡原因的第一名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瞳目惊心 我们还好我们在座有很多女性 这个养院长我们要特别尊敬我们这些女性同胞 因为他们至少会比我们夺活6.7岁 而且他们得到癌症的几率比我们少一倍 所以我想我们的死亡失踪越来越缩短 12分21秒就有一个人死亡癌症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一直在降低 我们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我最后会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休根的政策错误 所以我们的粮食自给率降到只剩下30% 我们70%的粮食是靠进口飘洋万里到你的餐桌上 日本当他们发现说 他们的粮食自给率降到39%的时候 他们开始登广告 整个整夜的这种新闻的广告 这是独卖新闻 告诉日本人说我们要吃日本自己生产的农产品 每一年可以增加1%的粮食自给率 我们粮食安全才会慢慢有保障 我们现在只剩下30% 比日本还惨 可是我们的政府毫无作为 所以农业永续 其实电机与有机农业 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是一个饥饿的世界 因为气候变迁 那为什么气候变迁 因为二氧化碳排量太多 所以文字效应 所以变成很多地方 该干旱的地方 现在下雨 混乱成灾 有些地方 应该下雨的地方 现在变成干旱 我想去年的中国大陆 今年的美国 都是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些东西会导致 我们会缺粮 就是刚刚师傅讲的 我们可能会有粮食战争 因为食物已经开始逃亡 所以为什么要有机农业 我想有机农业就是可以减少碳的排放 这是美国一个罗德研究所 他们做过23年的研究 他们发现说 如果你经过有机农业的这种做法以后 土壤里头的有机碳 会增加15%到28% 也就是说 你不但不排放二氧化碳 而且你会把碳有机碳 储存在土壤里头 变成有机质 所以假设一个农场 它320英亩 大概换算一下 大概128公斤 这在美国是一个中度的农场 你把它转变成有机农业 你就相当等于 把高速公路上面开的 117辆汽车 把它收在车库里头 不再开了 同样的 节能减碳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把美国 总共有4亿3100万英亩的农地 把它转变成有机农业的话 你就相当等于把 移造 1亿5,817万辆的汽车托里高速公路 不再开 同样的 二氧化碳排行的效果 所以在左边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做传统的农业 你因为需要用农药 需要用化学回料 这些农药跟化学回料 它在制造的过程 已经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你每一年 你会排放9250亿磅的二氧化碳到空气中 制造温室效应 但是如果你看到右边 如果你做有机农业 你不但 因为你不用农药 不用化学回料 所以你不但不排放二氧化碳 而且你会把 一兆5000亿磅的二氧化碳 储存在土壤里头 变成有机碳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有机农业 有这么大的功效 那么我们都知道 美国历任总统 到现在为止 不敢去签署京都医定书 因为京都医定书要求 美国一年要减少 4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他们认为做不到 好 这个洛杰研究所 告诉美国说 美国总统说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签署 因为你其实你只要把 目前栽培玉米跟黄豆的 一亿六千万英亩的农地 把它转变成有机栽培 你就可以达成 那个4亿公吨的73% 也就是2.93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有机农业不只是可以 让你健康 而且可以拯救地球 那么有机农业到底怎么做 我想基本上它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健康 它的原则 第二个是生态 第三个是公平 第四个是关怀 健康就是我们从土壤开始 土壤健康 然后植物长在上面会健康 动物吃得健康 人健康 然后最后就是健康的地球 所以你在生产作物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化学药料 不可以用农药 你在生产动物的时候 不可以用抗生素 不可以用Hormone 你在生产加工品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人工的食品添加物 你如果看到这样在喷农药 你大概会吓一跳 你如果看到这样在喷农药 这样的葡萄 你也许不敢吃 但是你看不见 所以你照吃不悟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在欧洲你看到它在喷农药的时候 它是戴全身防护 而且戴防堵面具 这是我们的农民 我们给农民 我们看到这边在喷肥料 那边在喷农药 这些农药喷到 这个小孩子身边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居然没有任何防护 我们的农民也只是戴一个口罩 这个小孩子完全没有任何防护 农药喷到他身边 是牛三个鸡在暗屁康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自杀型的农业 生产者消费者没有一个是赢家 大家都输了 而且赔掉我们的生态 我几年前 我决定 退休到明道大学 教有机农业 我乡下一个房子 刚好在明道大学附近 每个礼拜都回去整理 有一天就经过一个农民 看到他的翻食流眼在喷农药 我叫我那个人说 你等一下我要拍照 我要让我们的学生知道 不可以把有毒的东西放在人的食物上面 就走近一看 是我国小同学 看到我就很高兴 他说来 我才不要 我说我刚才看 你已经喷了农药 这把辣怎么能吃 他说放心 隔壁那一块 自己要吃的都没喷得好 他就带我到另外一个农民 这个农民是在种碗豆 他说这个农民怎么讲 他说台北人要吃农药 隔壁给他们吃 听了就很担心 我说怎么这样讲 他说 其实他也不喜欢喷农药 但是他说 那个碗豆 那个饿片上面 只要有病斑 白粉病很多 真的很难防止 叫糖加贵 中盘上就不熟 不熟他就学本乎贵 他只好喷农药 所以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消费者的教育 其实比生产者更重要 消费者如果你每一次买菜的时候 你老是去挑剔农产品的外观 你就是变相在鼓励农民 多盆药给你吃 所以我想这一点 各位菩萨 大家回去以后帮帮忙 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 我们不要去挑剔农产品的外观 我们要鼓励农民 尽量想办法用健康的方式 来生产健康的食物给我们吃 我们可以看到好几只鸡 关在一个鸡笼里头 我想连翻身都困难 我们是判他五起图形 每天帮你下蛋 然后等到他不产卵的时候 就判他死刑 送到屠宰上 然后变成贡丸 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你想这样的鸡 它会快乐吗 它绝对不快乐 不快乐的鸡 生的蛋你吃的会健康吗 当然不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蛋都是这样生成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在纽西兰 它的农场 你可以看到这个羊妈妈 带着羊小孩在吃草 多快乐 我家自己的农场 我有三分半地的农场 也是这样 但我没有养 我是养鸡 养鸭 养儿 但我们也很快乐 所以有机农业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忽略 就是我们土壤里头 我们有很多 忠心耿耿的员工 那些蚯蚓 那些细菌 真菌 藻类 他是你的最好的员工 他每天24小时 一年365天帮你工作 都不要计较薪水的 不会跟你闹罢工的 可是你从来不感 从来不感谢他 经常不小心碰一个农药 把他们弄死掉 然后你才怪说 有机农药做不出来 其实是因为你自作内 人类自作内 把他们统统消灭掉了 所以为什么有机农药要经过转型 就是希望这些土壤里头 这些生物 微生物 这些细菌 这些真菌 藻类还有蚯蚓 继续回来帮你工作 那是你最好的员工 所以有机农药只有这个原则 就是把你的土壤照顾好 土壤底下那些员工把它照顾好 你自然就可以做很好的有机农药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你就像圣保罗讲的 要怎么收获 要怎么收获 先怎么摘 这个 你只要挖一挖 种一种 其实就可以收获了 到那个程度 那我记得我几年前 我其实很担心说 我退休以后怎么办 我看到有一个学生 他家住在后里 他会吹萨凤 这个 我为什么担心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先生退休 在座好像有很多菩萨已经退休了 退休第一天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结果母亲打电话去问隔壁在干什么 太太去打电话回来就跟他报告 隔壁在煮咖啡聊聊天 不然他也来煮咖啡 两个夫妻在那边弄半天 咖啡一煮好以后一坐下来 先生叫太太说 你再打电话去问他们在聊什么 连聊天的话题都没有了 真可怜 所以我就担心说 我这个退休以后不要怎么 我车的乐器我都不会 我看到有一个学生 我真的 萨克风吹得非常好 他家住后里 结婚典礼 他自己上台去表演萨克风 我好羡慕 我就说 你买一支我来训练 果然他帮我买一根 在家里开始练习 大概吹得有够难听 我在早上跟他说 爸爸拜托你到公园去吹好不好 另外一个说 对你到公园去吹 我们就可以打电话 叫警察去取缔 其实我现在就比较不担心 因为只要有有机农业 其实就是最好的退休生活 不然就是来对师傅 这个学习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曾经在果园里头养鹅 我们本来带人来挂草 一天一千块 现在要两千 然后两个礼拜以后 夏天长得很快 又来割一次草 后来我就觉得太贵 我就拿一千块给我的助理 他就在西螺帮我买到二十三只小鹅 他鵝也帮我买到餐 但是拿你挂草都不用钢金 然后最后就长大就开始 下鹅蛋呼啸 最后鹅满为患 人们说你这鵝要买 我说我们这有机鹅 所以以前只要买八把 现在可以卖到一千六 所以他帮你除草 而且还可以帮你赚钱 我想这个 如果你不小心你的适用的回料 从东南亚 从大陆来的这种豆薄类里头 就会有很多杂草种子在里头 你要经过发酵 没有发酵直接吃下去 就是这样的后果 操作嘴烤回料 那我们就想到说 变学生来除草是最好的方法 他先来 第一天落残 他还跟你笑咪咪 你第二天说你再下去除草 他就跟你翻脸 所以我们也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像这个 这个叫满江红 这满江红就是到秋天的时候 它变红色的 要把它拆在铲上 它就长满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两颗水稻中间 长满的满江红 这满江红就变成一种 回料而且覆盖 所以不会长草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李先生 他就是 因为喷笼要喷 那肝坏掉 可是我们做了有机農略以后 他的身体就变得很好 非常健康 到现在撞得像一头牛一样 好 这个是我们的水稻田 被福寿楼吃掉的 那吃掉怎么办呢 这个不是我们工人幻童 说保险保险 保险的 都叫草叶下去 我们就养鸭子在田里头 这鸭子一天在田里头 走来走去 一天走四公里路 你如果不然我怎么知道 他走四公里 绑个继部去 看他一天走几步 好 你可以看到水都走过 都满了 所以没法糟 所以不必杀草气 对不对 然后他走来的时候 一干什么 就把草虫吃 把虫都吃光 所以不用杀虫剂 然后再长大一些 就把糊塑脓都吃光 所以你也不要用三本处息 我们过去用三本处息 把河里头 鱼下头都弄死掉 所以你就 这个水稻 没有办法每天让他按摩 这个就变得很健壮 每天都不倒 所以水稻可以长得很好 这样的水稻 你很低成本 但是你最后 你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有机水稻 而且很健康 而且鸭子又可以卖钱 以前一只都买三百 现在都买到六百 所以我到德国去的时候 那个德国记者就来采访说 台湾的精致农业系的教授 用鸭子来控制水稻田 你的杂草 糊塑的这些东西 他加油 填出他最后 这个是德文 他说 这些鸭子 会在晚餐的餐桌上 会跟米饭再度相逢 他这个教育的记者也说 很幸福 有一个摄影记者 他前一天就告诉你说 我明天要采访你 我一天就 请带领带 结果他照出来只有一个头 好 刚刚讲的一个是 健康的原则 第二个就是生态 我们就是希望一个农场 就是一个生态系 然后自动控制 自动平衡 譬如说 糖像这些鸭子 这胶子就来吃糖 对吧 现在胶像这些鸭子 就来吃胶 那胶像这些鸭子 老鹰就来吃吃 所以最后打准平衡 所以印第安人 有这样智慧的话 他怎么讲 他说只有当最后一条河被污染 只有当最后一条河被砍掉 只有当最后一条河被抓 然后你才会明白 原来钞票是不能吃的 饮票不吃 泰雅族有同样的 这个 这种经验 古训 他说为了毒雨 然后到河里头去吃毒药的人 有一天你会喝到那一条河的水 为了蛆虫 在土壤里头吃农药的人 有一天你会吃到你吃的农药 因为 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环境 你对环境的任何所作所为 最后都会回归到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过去为了 消灭福寿了 用了很多三本处许 河里头余下都死光 所以连青蛙都要找工作 要不然就没饭吃 第三个原则是公平 我们希望大家都公平 大家都有很好的生活机会 所以我们要消灭贫穷 像这样子 我们就认为 这是不公平 因为有些人抱眼抱死 有些人快饿死 这是曾经得过普利斯奖的一个照片 这个 伊索皮亚的小孩子快饿死了 突婴已经在旁边等他 我经常用米勒这幅名画 叫The Greenness 就是十岁者 来解释说 什么叫做有机農業 它是一种慈悲危怀的 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大地主 丰收所以麦子麦草堆积如山 可是他会留一些麦穗 让这些穷人家的妇女来捡 捡回去 可以让他的小孩子免疫挨饿 也许几天或者一个礼拜 这个就是跟就业圣经里头讲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就业圣经里头怎么讲 他说 当你说你的田的时候 你的角落不可以收获 你掉落的那些零税物 那些麦穗稻 不可以把它捡起来 你说你的果园的时候 这些掉落的果实 也不可以把它捡起来 你要把它留给 需要的人 或者是陌生人 甚至于是野生动物 所以我到美国去 当法温教授的时候 美国的教授告诉我说 在田纳西河留一两旁 你那个作物在秋天 售后的时候 要留百分之十五 在田里头 不可以采收 为什么 要把它留给野生动物过冬 我想这是一种悲天明人的想法 结果经常讲说 在台湾我们的医生的地位比较高 农夫的地位比较低 但是我一直觉得农夫比较重要 我的小孩在念这个 台中十院护小的幼稚园的时候 他们吃饭的时候要祷告 他们不是祷告感谢上帝给我吃 他们感谢什么 感谢爸爸妈妈 感谢老师 然后感谢老农夫 我觉得台湾过去 因为有这些农民 卓越的贡献 所以让我们在民国三十八年前后 台湾忽然增加了两百万的新移民 居然整个国家没有垮 而且创造经济奇迹 其实是我们的农民 而且 让你维持你的健康 让你不生病 靠的是农民 而不是医生 真到最后 你吃错了 吃的不对了 然后 生病了 你才去找医生 所以我觉得农夫比医生重要 我们每个人 每天吃饭的时候 其实应该祷告一下 感谢老农夫 最后一个原则 就是关怀的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 不要滥用科技 避免危害我们后代 子孙的福祉 像这样的一个 所谓抗动基因的番茄 其实它里头有 雨的基因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如果德高望重的高升 它一辈子吃素 然后准备要成火 结果 因为不小心吃了一个番茄 前空进气 这对它是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抗虫基因的玉米 它其实就是 你在虫 在吃它叶子的时候 它会induce 那个毒素出来 那个树立菌 那个VT毒素出来 那虫就会死掉 你想这样的玉米能吃吗 结果我们在吃这样的玉米 所以我们觉得 吃这样的玉米 感觉像这样在吃手榴弹一样 这一个科学家 他育成黄金米 他说 他的封面 在Time的封面上面 他说 他的黄金米一年可以让一百万个小孩子免于维他命A的缺乏症 可是事实上等到这个米预出来的时候 开始在行销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个米卖得很贵 为什么 因为Montsand 这些跨国公司要欠起很高的专利费 所以这些米要卖得很贵 所以一般的穷人家还是根本吃不起 然后又发现说 一个人如果要吃到足够的维他命A 一天要吃七公斤的米 你敢吃下去 我们台湾人饭汤的年代 我们一个人一年吃一百四十四公斤 现在那个一百公斤已经不见了 剩下四十五公斤还不到 所以剩下零头 所以只要你吃七公斤就吃不到 后来又发现说 就是太贵 这个根本吃不起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就让他吃白米饭 给他一条胡萝卜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做这样的研究 根本没有必要 这也是 又是一种不公平 台湾最可怕的就是我们这个进口黄豆 这些黄豆是什么种的 抗杀草剂的黄豆 这些黄豆种在田里头 将近一千公顷 然后回去去喷除草剂 炸草剩 全部的炸草都死光 黄豆不会死 这样黄豆能吃吗 这黄豆已经本身吸入了太多除草剂的 代谢产物在里头 所以这些黄豆在日本 在欧盟都只能当飼料 或者当做生子才有的材料 我们的行李人都用飼料的名义把它进口到台湾来 然后变成豆腐 豆浆 然后大家也吃得很开心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反对 基因改造的东西在台湾 那么曾经有Stanford大学最近的报告就是说 有机农产品并没有比较好 其实我们在环渤它 其实这个是错的 这是一个医学院的一个讲师女的 他其实不太了解 他收集了一些报告 然后就去做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报纸也误用 其实是错的 真正 我们在吃有机农产品 是吃它的什么 吃它的二次代谢产物 也就是说 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看红豆山 红豆山 红豆山 正在山上一百年 你从来没有去照顾过它 你从来没有去帮它喷过农药 去帮它试过回料 冬人冬得要死 你也不够抗皮 冬人冬得要死 你也不够去找电话 然后每天指外线照射它 它自己可以存活下来 就是靠的就是这些二次代谢产物 所以 一天红豆山 逐一百年你把它撤下来 那个厨房的三公斤 可以提炼三百毫克的Texol 我们叫子三醇 可以治疗护女癌症的一个疗程 那就红豆山 为什么要行使这个东西 它不是给你人类来用 它是为了它自己 保护它自己免疫死亡 所以它抗紫外线 抗恶劣的天气 抗蟲 抗病 这些东西我们后来发现说 这是对人类最好的 提升你的免疫 抗癌抗治疗 抗脑化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吃有机农产品 是在吃这个二次代谢产物 而不是在吃刚刚Stanford 大学讲的那个 有没有比较营养 其实是错的 所以我们知道 老鼠 如果你把他关在农池里头 他会去选择 有机小麦做的饼干吃 他不会去吃 曾经烹过荣耀的小麦 他还吃得出来 他有那种本能 我妈 最不爱我和我儿子去买菜 她说你们一群男人 上街买菜 可以猜一种动物 不知道都要对 说是斑马 说黑白买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本能 所以我们都黑白买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最近有很多企业界的大佬 那些赚钱赚太多了 现在就想到说 植物工厂 你们赠成植物工厂吗 我是反对的 因为植物工厂 第一个我想 台湾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是香港 如果是新加坡 或者是北极 南极 或者是沙漠 你可以用植物工厂 在台湾我们有22万的公顷 休耕在那里 你这个植物工厂里头 你用的灯是LED灯 没有紫外线 所以造出来的 生产出来的食物 没有刚刚讲的 二字代谢产物量很低 所以吃的根本不健康 最后你这些水耕的水 汇水 通通又流到我们的地下水去 污染我们的环境 所以 因为这些LED的大厂老板 跟我是好朋友 所以我现在还不太方便出去反驳 叫大家不要去做植物工厂 不过如果有人约菩萨 你要去投资植物工厂 千万不要去 这个是错误的 好 这个也是证明 我自己家里种的茄子 你看看中间那里是油 我种的茄子比柚子还大 有机在美行不行 当然可以 我秤重一下大概多少呢 960几公克 将近一公斤 所以鞋子能做 这样表示 证明有机農業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 人类未来的 主要的食物 应该是从本土有机 素食这样的角度来考虑 那么我们不只是吃的有机 穿的要有机棉花 因为棉花 全世界在美面只有2.5% 但是它用掉的农药是25% 用的太多 所以我们要穿有机棉花 我们去打高尔湖球 娱乐的场合也要有机的 这是一个南保高尔湖球场 它是全台灣也是全亚洲 第一个有机高尔湖球场 他这个董事长 你看他的水池里头 撈出来鱼这么大草鱼 十几公斤都可以吃的 这个董事长就坐在中间那一位 黄董事长 他去年我们曾经 明道大学帮他办过 有机高尔湖球的这个 国际研讨会 同时帮他通过 法国的Ecoser 这个有机验证 他说一个高尔湖球场27栋 一年用掉的农药是多少呢 农药花钱五百万台币 所以你以为你去打高尔湖球 得到健康没有 前一天喷农药 然后第二天你去打高尔湖球 都在塑农药 在扣膜中农药 然后到最后你打完的时候 在那边喷 那个农药都吸到你灰部里头去 这是不对的 而且它都在我们的水源地 你看这个水源地 居然用农药用这么多 你看非常可怕 我们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得到癌症 就是因为高尔湖球场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热令 所有的球场都要学南保高尔湖球场 全部有机 以用有机的方式 他就把树枝砍下来 然后就去烟熏 然后冷凝下来以后 那个木处浴去噴 那炒黑粉味 让糖都没来 然后他把那个木炭 就搅碎了以后 就放在树枝上面 树枝排水又好又健康 人家人炒了 都流鼻子流鼻子流鼻子 所以三天刮一遍 一个星期刮两遍 第二遍要这样刮 他怎么样 他一个礼拜才割一次 两个礼拜割一次 所以跟割草的工业算下来 一年用四十万投稿 人五百万也用四十万 用天然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有机的食物 我们还要有机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我想 最后来看看 粮食安全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 我想我们都知道 战争有很多理由 那么我想 领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曾经宗教战争 十字军东征 女人战争 特罗伊战争 石油战争 甚至还有足球战争 这个1969年 萨瓦都跟宏都拉斯的 那个六字战争 就是因为足球引起的 那 我们也都知道说 鸽子代表和平 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鸽威上面是一只老鹰 老鹰代表什么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美国大概永远不会有和平 好 全世界都在闹饥荒 如果我们走出 最终的一切 我该看多些坚强